娱乐圈的女明星们通过各种医疗手段烟缓衰老,成为女生长的女神。 男明星中娱乐圈的不老男神不是很多,但是陈坤算是其中的一个,年轻时期的陈坤是让人赞叹的男神级人物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阅历的沉淀,容貌不仅没变,法男举手投足间都是成熟男人的优雅,更加有魅力。 正在热播的古装电视剧《天生唱歌》中和妮妮搭档男女主角,两人的前面互动让网友激动不已,只呼缩断腿。 终于等到这一刻,陈坤如今已经四十多岁,很少有花编绯闻传出,依然还是达身状态,但是却已经有了一个已经十六岁成高中的儿子。 而至今陈坤儿子的妈妈是谁在娱乐圈中依然是一个谜,虽然妈妈不知道是谁,但是陈坤向公众大方公开了儿子的长相,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儿子陈孙佑的正面罩。 陈孙佑皮肤有黑,留着寸头,并没有继承陈坤的深邃眼眸,穿着黑色马甲内打蓝色的格子衬衫,五官虽然硬朗不算精致,但是这样的衣服穿上一把的很内敛。 不一样的帅气,有这样一个帅气,婚纪时上圈的爸爸肯定品味,也被从小薰陶的补差。 陈坤给儿子的这张开学装扮,照配啊,趁着儿子开学快乐,怎么听起来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呢? 是不是也被暑假期间,的孩子给折磨了呢? 前段时间,陈坤还晒出了带着儿子和朋友们出去游玩的照片,五个男人在绿山湖水的风景中拍下了紫色格衣的游客照,穿着统一的服装。 陈坤在照片中最自信,摆出PQ的姿势,所述第二个是陈尊悠,逼了一个六个手势,这样看非常的闷了,没有穿格子衬衫的文雅。 说起来这父子两人也真是奇怪,爸爸是长发飘飘,儿子是最短的侧头,看来都是有个性的人物,啊,以身图人群来自网络,如有银意请联系删除。